可以多一點體力 我們先上這麼多小時的課 實在機會給你練 先講一下那個 為什麼我們講說這個東西是 就是跟一般的Sweet Mind的理念法 有什麼樣子呢? 它概念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我們的Sweet Mind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我們可能 一般來講我們的Sweet Mind是說 你現在有一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有問題 我們這條線是我們的Sweet Mind 這條線 它就往下拉 那這條線其實有兩層的含義 第一層含義就是說 它會拉到我們所謂的Event Point 來幫我們去看說有什麼Event要處理 那第二個含義是說 下面的是還沒有被Process的部分 那上面是已經做好的部分 那已經做好的部分呢 不會被下面還沒做好的部分 給影響到 所以你這樣一路拉下來的時候 上面已經處理完了 就不用再管 你就往下面繼續做就對了 OK 這Sweet Mind的演算法 它的想法就是這兩個很重要的方法 OK 那 現在 在我們的問題啊 是這樣子 OK 我們先想想看喔 我們要這樣子一個一個拉下來 沒有說我們有些Event要處理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說有什麼Event要處理 OK 那重點是這樣子 OK 舉個例子來講 OK 假設這個是我們的Screen Mark 這是我們的Screen Mark 然後呢 請問一下看 下面的這個Site 你看喔 舉個例子來講 下面這個Site 它其實它的邊是會到上面來的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的 它的影響的範圍會超過這個Sweet Mind的 這個 這一條線 會影響到上面來 OK 所以 這個就跟我剛剛講的那個第二個 Sweet Mind的第二個目的 是會有 會有違背的地方對不對 因為我們理論上Sweet Mind 你拉過去了以後 你就不應該再去 考慮上面 就是說你已經做好的部分 要不然你Sweet Mind就沒有意義了對不對 可能是你拉下來 下面會影響到上面 你再把它拉回來 處理上Sweet Mind 再往下拉 不是上下上下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的Sweet Mind也算好 OK Sweet Mind就是下去一直下去 OK 所以 所以 為了要處理這樣的問題 所以 這個也算好 國犬也算好的 概念是這樣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Sweet Mind 它把這兩件事 分開成兩塊 第一個就是Sweet Mind Sweet Mind 它只負責說 到哪個Event 到哪個Event 負責處理Event 但是呢 它會Maintain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 就像前面講的 叫Beach Mind 那這個Beach Mind的概念就是說 你在這個Beach Mind 以上的部分 它就不會再被下面的Event所影響到 就是在這個Beach Mind上 我們就保證 保證下面任何一個Site 就算是有任何的Event進來 它都不會影響到 這邊上面已經畫好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第二個Sweet Mind的那個 那個任務 被這個Beach Mind 給接受了 OK 接Beach Mind來負責Sweet Mind的 第二個任務 OK 它來負責來 就是說判斷說 這個 哪一個部分 是已經不會再被跟動 OK 那在這個Beach Mind一下 就算是在Sweet Mind上面 它還是有可能會被跟動的部分 OK 所以 這個 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有 除了Sweet Mind以外 還有一個Beach Mind要去保證 那Beach Mind是什麼東西 簡單講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希望下面的東西進來 下面如果說 這條Sweet Mind 下面東西進來 比如下面有Site或什麼東西 它進來 會跟上面 比如上面有多 這是一個Site OK 它跟這個Site 比如這個Site的 OK 比如說 照我講 你說 你是不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講說 跟這個Site OK 跟這個Site 跟這個L 距離一樣的線 OK 這樣子的線 這樣子的軌跡 OK 我們去考慮這樣的軌跡 這樣的軌跡 其實是一個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抛物線 以這個Site 來當那個Locus 這個中文怎麼講 那個 就是抛物線的那個 它不是有一個點 叫什麼東西 有沒有 數學叫Locus Locus 中文叫什麼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 這其實也不算焦點 有焦點是講那個橢圓嗎 本來跟橢圓那個焦點有點像 就是 所謂這個 這個抛物線就是 你距離一個點跟一條線 等距離的那個軌跡 對不對 那 那為什麼是一個Locus 為什麼要去考慮這個抛物線 同學想想看 如果下面有任何的Site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新的Site 它跟這裡面的距離 這一塊裡面的距離 一定 一定比 就這裡面的任何點 對這個Site的距離一定比 對這個下面這個來得遠 來得近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是距離一樣的 這個 這條線是辨別說 你在這裡面 這條線是辨別說 你這個跟到這條線距離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Boundary以內的 是不是代表說 我離這個Site比較近 離這條線比較遠 對不對 那如果說有新的影片在下面 那是更遠 那是不是更遠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說你有新的影片 或是新的Site在下面 居然要藏在下面 它不可能對這個抛物線裡面的點 有任何的影響 因為抛物線裡面的點 它的這個Site一定比下面這些Site還近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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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基於這個概念 OK 所以 所以我們有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Bitch法 基本上是一些 呃 拋物線的集合 它是拋物線的集合 OK 每一條這個是一個拋物線 這個是一個拋物線 就這個再加這個 就加這個 就加這個 比如說是一個拋物線的 這個在交集還是在連擊 就是比較前面的 比較下面的那一部分 OK 你可以說是連擊吧 但是它是比較下面那一部分 OK OK 所以 這邊還有一點 因為它是拋物線 OK 所以朋友可以想看說 這個Bitch line 它是所謂X毛痛 什麼叫X毛痛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隨便畫一條垂直線 OK 就給另一個X的那個詞 OK 畫一條垂直線 它只會交Bitch line一個點而已 只會交Bitch line一個點而已 OK 你不會交超過一個點 你不會交超過一個點 那這個細節很重要 因為後面我們在處理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子存這些Bitch line 我們事實上是用那個 Binary設計來存 我們班尼師去的那個 做法就是 從左到右 把Bitch line 就是存起來 那 之所以可以從左到右 就是因為它是X毛痛 你不會有一個Bitch line 就是不會有一個情形說 你一個X會跑出來兩個Bitch line 你才能夠做這個排序 好 那我們現在 現在要討論說 有哪些椅背 OK 就是說 第一種椅背 OK 就是Sine椅背 出現在我們的Bitch line 大概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看 你這L 到這一點的時候 它會把這邊打開 變成一個 一開始是一條線 OK 碰到的時候是一條線 然後往下拉的時候 就會變成 一個 它會越來越變越寬 變成一個那個 耗路線的樣子 出來 OK 那我們叫這個東西 叫Sine椅背 OK 那 這邊 要強調說 The only way in which a new arc can appear on the beach on the beach line is through a Sine 就是說 你只有Sine椅背 有一點才能夠產生 新的Arc 在這個Bitch line裡面 這個當然要證明 OK 舉個例子來講 這邊給一些例子說 我們現在 有可能說 當L網下降的時候 有一個拋物鞋 會掉得更快 甚至會把它 穿過去 不把它穿過去 上一個 有沒有這種可能 結論是不可能 OK 因為它穿過去之前 它一定會有一個 一個點 它是會兩個拋物線 會相切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定是會有一個點 它會某個特別點 這兩個拋物線相切 對不對 OK 兩個拋物線相切 所以你如果去算它的連立方程 組的話 這是不解的 OK 兩個拋物線 不可能相切 OK 所以第一個可能性是沒有 那你第二個可能性是說 有可能說 喔 我不是從這個 兩個拋物線下來的 我是從 這裡面下來的 就是我下來的時候 剛好是穿過這個 穿過這個兩個拋物線的那個 焦點的這個地方 穿出來 因為它可能從 拋物線中間穿出來 又可能從這兩個中間 穿出來對不對 我剛剛講說 從一個拋物線中間 穿出來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對 你可以去解那個 二次連立方程組織 就是可以 可以看出它什麼可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從這兩個 這兩個拋物線 它們中間那個點 OK 它們從那邊穿出來 那這個也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OK 我們想像一下 當你這個東西 到這個 碰到這個點的時候 既然我們在討論是 拋物線對不對 對不對 拋物線的話 這個點 OK 這個點是拋物線 是三個拋物線的交點 對不對 是這個拋物線 跟這個拋物線 跟這個拋物線 都相交在這一點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你想想看 那我們討論這個拋物線 OK 這個是不是 這個Q 是不是到Pi的距離 跟Pi到這個 這個L的距離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叫拋物線定義嘛 然後同樣到底 Q到Pk的距離 是不是P 等於Pk到L的距離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Q到P 這是什麼 P P Pk Pk的距離 是不是Pk到L的距離 對不對 按照拋物線的定義嘛 對不對 按照拋物線的定義 然後你去發覺說 這個 這個這個 對不起 我講錯了 OK Pi到Q的距離 是對 Q到拋物線的距離 OK 然後Pj到Q的距離 是Q到拋物線的距離 Pk到Q的距離 也是Q到拋物線的距離 所以說 Q離Pj Pi Pk一樣近 對不對 一樣的距離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可以畫一個圈圈 經過Pi Pj Pk 而且它剛好會跟沒有相切 OK 理論上會做成 會成為這樣的事情 OK 如果說它是剛好從兩個拋物線中間 就是接觸到的樣子出來 好 那我們去想想看 當我們的L 在往下掉一點點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L在往下掉一點點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OK 因為你這個圓會變大 對不對 圓會變大 然後你會發覺說 你如果要維持 它跟Pi跟Pj在圓上 那這個圓就要變大 變大的結果是 Pk會跑到這個圓裡面去 對不對 要不然的話就是 比如Pk Pj 那你Pi去跑到圓裡面去 就是說 你不管怎樣 可能會 往下降的時候 這是在一個點還是 還是在圓的外面 這不可能發生 OK 你會有一個 至少會有一個點 跑到這個圓裡面去 所以這個也是 會有一個矛盾 OK 這個 這個 這邊 OK 這個 Circle passing through the exact point where new arc breaks through OK 這個 This is impossible to happen OK 所以呢 這邊 順便也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說 OK 這邊 你每一個 這邊每一個賽的進來的時候 OK 每一個賽進來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把前面的這個 分成兩塊 你看 它進來的時候 原來是一個 對不對 它分成這一半跟這一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 ARC進來 最多把前面的ARC分成兩塊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你第一個進來 你有一個ARC 對不對 第二個賽進來 你有 你把自己一個ARC 然後你把前面分成兩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所以 一個賽的 只有一個ARC 兩個賽的 最多三個ARC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自己一個ARC 然後把前面兩個 一個ARC變成兩個 對不對 三個賽的呢 就是 五個嘛 對不對 一個 自己 最後那個 然後前面的 每一個都把前面兩個 前面一個各分成兩塊 對不對 就是五個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去 往下面去推 你N個賽的時候 你最多 你的ARC數是2很簡易 OK OK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這我後面會用到 我們的那個 就是說 討論它的複雜度 或者是 好 比如說 這個代表說 你同時間 Active的 最多的ARC數字 最多的ARC數字 最多的ARC 是線性的 好 那 前面講的是 所謂的Side Event 後面要講的是 另外一種Event 叫做 這個 Circle Event Circle Event 就是 你ARC Disappear的時候 OK 這是第二種Event OK 就是ARC Disappear 我們叫做Circle Event 就是你看 就是像這樣子 走走走 走到最後 OK 這兩個 都變成 就是說 變成converge 中間這個ARC一件 會變這樣 這個按照我們剛剛的討論 是不是 這會有一個圓交在這邊 然後 可以剛好跟這個有Tangent 對不對 但是 這個其實 其實不是一個ARC出現 這是剛好相反 是ARC ARC Disappear OK 這是ARC Disappear 這不是ARC出現 OK 所以 跟剛剛那個Tangent 是相反 OK 那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 OK 基本上這個圓 會相交於這三點 跟這個一條相切 然後呢 當這兩個 這個結束的時候呢 你這兩個Q在往下拉的時候 你就會拉出另外一條 這個 等於講說 這個 等於講說 OK 每一個 這個部分我們大家穩的ADGE 基本上就是 原來兩個ARC相交的地方 相交的地方 然後這邊 當一個ARC消失的地方 就是剛好就是 就是一個ERLEKS產生的地方 OK 就是ERLEKS產生的地方 就是你畫了一個圈圈 剛好會碰到三個SINE 然後裡面沒有SINE 記不記得,這是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東西 第一個,第二個 case 就是以塊的圈圈 它會像是交易之類的 size,以為沒有底 其實就是我們的這個,這就是我們的 circle event OK,它就是side 那個,它就是那個,那個vergex會出現 就這裡 剛好塞個點,畫個圈圈,中間沒有別的點 OK 那這個是Porture and Elwin的演算法 那簡單講,它就是一開始 它的side event,它可以先放棄 因為它知道有哪些side,對不對 對不對 那sircoevent,它其實不知道 它會隨著你那個,你進來的beach night 每一個beach night就是有一個local,有一個side,對不對 那你基本上,你會有這樣的情形 意思是相鄰的三個side,會有可能有一個sercoevent 所以它會把每三個相鄰的side 都會去檢驗它們有沒有sercoevent 有sercoevent,它會把這個sercoevent 放在那個event的queue裡面 放在event的queue裡面 然後呢,它會去handleside event 然後再handlesercoevent 那side event那些sercoevent 那side event那些sercoevent 分開來handle 這邊是side event怎麼handle 只是sercoevent 那這邊,我就不會一直一個stement 一個stement講 我大概把一些重要的概念講一下 OK,第一個 Vono-Dalget 事實上呢 我們是用個subdivision 把它存起來 那subdivision我們怎麼存呢 我們是用double-reconnected edgelist的方法來存 但是問題來了 double-reconnected edgelist 不能存射線啊 它只能存線段對不對 對不對 OK,那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OK,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就把這些 加一個很大的bonding box OK,加了一個bonding box 就不會有射線的問題了 對不對 OK,那這樣子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double-reconnected edgelist 來圖 OK Now that beachline OK, is represented by a balanced finance的群體 OK,每一個 那個 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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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node 基本上就是表示一個bonding OK 表示一個bonding 表示一個bonding 那它會 它左右順序關係 就是它的x軸 它x軸的順序 左右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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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那 概念上的有沒有 有strip line 也有這個bonding 同時去討論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這邊有幾個degenerate case要討論 第一個 如果我們有超過三個點 在一個 就說 原來是三點共圓 通常 但這邊如果說我們有超過三個點是共圓 OK 什麼叫超過三點共圓 就會有那個vonal diagram的一個vertex出現 對不對 那你大概vonal diagram裡面的一個vertex 如果是三點共圓的話 它出來的那個vertex就會是三條線的交通 就是等於說它那個vertex會有degrate 3 OK 但是呢 如果說有超過三個點共圓的話 那它有可能會有超過三條線 就會交在那個點上 OK 那這樣其實譬如說像這個 OK 像這種其實 你會發現說 你這個三條線 然後再加上這個中間的體少掉以後 它再拉下來 你同的一次條出來 OK 那這樣怎麼辦 我們通常 據我剛剛前面講說 我們是用circle event去判斷這個arch disappear 對不對 那通常circle event是用三個點 三個點來看 所以我們等於說 我們用 也就是說 等於說你這樣講 這一點跟這一點跟這一點 它的circle event會發生在這邊 然後呢 這一點這一點這一點它circle event 也發生在同樣的地方 對不對 那 凡事總有先後吧 對不對 所以呢 也就是說你這邊的話呢 你會 有一個會先發生 某一個時候裡面會先發生 發生的時候呢 那它會把 譬如說這三個前面三個先發生 那它就會 它會把那個去掉 然後呢 你會剩下來一塊 剩下一塊的時候呢 剩下一塊那個 其它是一個 zero length edge 會在這邊 因為你先做了一個 再做一個 所以說你那個兩個 兩個點 它其實是在同個地方 但是它edge是離 OK 兩個都是從舍後以外 產生的 OK 那這兩個點都會 這會很近 那這種情形怎麼辦 這種情形就是說 我們可以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 整個產生完了 我們再去scate說 看說有沒有兩個點 距離非常非常近 那我們就把這種點給去掉 OK 就是說 我們就把這種 zero edge的這種 這種 這種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在Volum的單位裡面 zero length edge 可以去掉 OK 我們可以 post process把它去掉 OK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怎樣 OK 如果一個sign的PI Hepes 初能locate 初明 就剛好它會 它locate到這個 就是 同一看說 原來我們的賽裡面 大多情形都是 在 它會把這個 原來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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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泡沫線 在這個下面把它分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一般的情況 但是呢 這邊的情形的話是 它剛好分開的地方 剛好是兩個 拋物線的相接的地方 OK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可能 那有這個可能的時候呢 它其實 它是會這樣子 就是說你會 因為我們是先處理 sign event 再處理sircle event 你如果去看這個sign event 這邊 你看 我們先處理sign event handle side event 然後再handle circle event 對不對 所以因為先處理sign event 所以呢 你會在這邊先開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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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你是 break哪一個 就是說你正左邊還是右邊 但是其實你 break一邊 但是另外一邊就是 zero length OK 另外一邊就是 zero length 另外一邊 那另外一邊 zero length的時候呢 在sircle event的時候 它就會被處理掉 zero length的時候 在sircle event 被處理掉 也就是說 處理這個case 處理這個特別的case的原因 為了要處理這個case的原因 我們才會把sign event 放在handle circle event的前面 OK 所以跟同學解釋說 我們這個sircle code 我們先放handle side event 再放handle circle event 不是亂寫的喔 OK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OK 不是說 是要隨便先放handle 沒關係 不是 是有原因的 那因為這個 這個會sense到 這個東西的處理 而且要這個特別case的處理 OK 就是你把break掉的時候 你從推把它開掉 那你這樣會 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塊 那這一小塊呢 其實呢 就是 就是你看 同學看也知道 它其實就是 同時間會發生一個sircle event 在同樣一個位置 會發生一個sircle event OK 因為這時候 剛好三個sign 同圓 共圓的時候 對不對 共圓的時候 剛剛好是這樣的期間 所以 它不只同時產生這一塊 同時之間 它也消掉了 它產生的時候 它會把一邊 一邊拓開 然後另外一邊 會有一塊很小 那一塊小的 在sircle event的時候 就幹掉了 OK 所以 這個是 在sircle event的時候 會卡住的 OK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這邊要講 它的複雜度是多少 這個vonal diagram 處理的vonal diagram 處理的vonal diagram 它的實驗複雜度是nlog 然後它只要n 這個線型的時候 為什麼 OK 可是想想看 我們在處理這個 每次碰到event 我們要處理一下 對不對 我們有多少個event 我們有幾個side n個side 對不對 我們有幾個sircle 以備 sircle以備 看起來可能很多 可是很多到最後都不用處理 OK 只有少數幾個 真的說 要把那個ark 去掉的時候 需要處理 那我剛剛已經跟同學講了 你最多有幾個ark 最多有幾個ark 2n-1的ark 對不對 所以加上sircle event 它最多要處理幾個 對不對 3n-1 這麼多event 對不對 因為你有一個ark 你才能消失嘛 對不對 所以最多 處理的那個sircle event 最多是2n-1 這麼多 對不對 那你處理這麼多 這個sircle event 再處理這麼多的side event 最多 這些所有event的個數 加起來 是不是3n-1 基本上是線型 對不對 好 那你處理這些 所有的這個event 基本上 不管你是handleside 或handlesircle event 基本上 你都要去 去處理那個 你的party queue 或者你的 by research tree 說要去做一些處理 對不對 但是 你的party queue裡面 存的是什麼 存的是你所有的side 所有的event 對不對 所有的event 所有的event 基本上 用party queue來做的話 其實是不是 因為event的個數 是不是 是線性的 對不對 所以說你處理 party queue的時候 你需要的 每一次的複雜度 是不是lock n 對不對 那 處理那個bile research tree 的時候也一樣 他是不是每次處理的時候 他所需要的時間是lock n 對不對 所以他 不管你處理side event 或是side event 你每次所需要處理的 那個 時間複雜度 就是big o lock n OK 然後我剛剛前面就講說 你就只有這麼多個side 這麼多event OK 所以就是 線性的event 乘上big o lock n 所以說你整個side 複雜的就是 那老根 OK 那你需要 一個party queue 跟一個balance bile research tree 去存你的event 跟你的 那個beach line 的那個structure 那這兩個 它的複雜度都是n 都是線性 所以說整個的storage cost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 怎麼講 便宜的 演算房 OK 就是 需要nlock n的時間 那 線性的storage 就可以 幫你把這個 vono data web 給產生出來 OK OK 到這邊有個問題 注意喔 我們維持bish line的時候 但是事實上 我們真的在產生 它的bono 那個data web的時候 其實是 是去 用這個圖來看 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是 是那個 我們其實是 產生的是這個線 這些線其實是 其實是這些 這些 這些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拋物線的 膠片的地方 OK 所以 產生出來 是直線 並不是 拋物線 並不是拋物線 好 那 再來 bono 代表 的概念 OK 原來是 作用在一些 點上面 我們有n個site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去考慮說 for a set of points and a line segment OK 就是 你的那個 這個 這個 同樣的概念 可以用在 去處理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可以畫 就是說 那個 點跟線的 molent 代表 OK 那 就是說 但是這個 這個 如果是有線的這種 這種 這種 那你的 beach line 就是說 原來beach line 是 拋物線的 現在的beach line 如果說你是處理像這樣的情形 你的beach line 就有可能有line segment 像這邊你看 這個 L 這是一個例子 OK 然後L是這一條 OK 它的beach line是這個 這邊這一塊 就是直線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短短的一個曲線 然後到這邊這一條又是一個直線 OK 然後到這邊有一個曲線 然後到這邊又是一個直線 然後這是曲線 然後這邊又是一個直線 OK 所以這邊的beach line 它基本上是一個直線跟拋物線的組合 OK 然後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跟同學要提醒 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 譬如說這兩條線 如果說他們 有一個焦點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兩條線有一個焦點 等於說這是一塊東西 這兩條線是一塊東西 對不對 那你怎麼去定義說 一個點距離這一塊東西的距離 因為你有可能 你這樣子就會變成說 你有 沒辦法定義 很好的定義說 你是跟這一塊 你是跟左邊這條線 還是跟右邊這條線 的距離是怎樣 OK 你不是用隨直的 你有可能是對這個焦點 來找它的最近距離 OK 所以因為這樣子會有一些 ambiguous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為了避免ambiguity 我們這邊 就是說我們不允許兩條線 它 就是他們有 share一個end point 我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讓它很接近 OK 也就是說 在實際的應用上面 也許真的有這樣子兩條線段 是相交在一起 但是我們在model上面 我們會把 假設它沒有真的連在一起 來去做計算 要不然的話 這計算可能會出問題 OK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有 原來我們的arc 會出現的情形是 sign event 對不對 現在 因為我們有線段 所以我們 產生 這個 newarc的 situation 有五種 OK 然後 類似的 你arc消失的時候 也會 變得比較複雜 但是基本上 比如說 那個feet run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些event 基本上都是 概念是差不多的 OK 複雜 時間複雜度也差不多 不過多 現在說 我們多了一些event 要handle OK 這邊詳細的東西 因為時間的限制 我就直接快速的 大概跳過去 同樣你們有興趣 可以稍微看一下 重點是在說 OK 演算法幾乎都沒有什麼變 OK 你就是handle這個event 然後 基本上 你的那個 包括那個beach 包括sweep line 包括beach line 基本上都是維持 其實要跟原來的 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要去計算 還是要有bounding box 那這邊就是 秀給大家看 OK 這是一個 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 這邊就可以畫著 藍色的這個線 基本上就是 那個 利用這裡面的線段 所產生的 這個bounding diagram OK 大家可以看到說 那個面 有一些是曲線 那些曲線 基本上 就是一些 拋物線 OK 原來的beach 那個bounding diagram 它裡面只會有直線 但現在的話 就是它會有 拋物線 跟直線的組合 OK OK 然後 它還是一樣 會把這裡面 分成一些sale 根據你的sign 但是sign 有可能現在是一條線 所以它這個整個 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呢 如果說你畫好這個東西呢 那我們就可以 譬如說有些應用 這邊就舉了一個 很簡單的應用 是這個 robot motion planning retrac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現在考慮 這個每一條 這個線段 是把它當作一個 這個握 當作一個 這個 槍 OK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 圓形的一個 機器人 圓形的機器人 OK 那這個圓形的機器人呢 OK 我們要看說 它能不能從某一個點 走到另外一個點 OK 我們要怎樣去 就是說 計畫 不知道要怎麼走 OK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 OK 我們先把 譬如說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 開始的點 這是我們的結束的點 OK 那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 拉到最近的 這個 Modal diagram的edge OK 因為 Modal diagram的edge 一般來講 是離兩個side 一樣距離的地方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離兩個side 最遠的地方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講 離兩個side 一樣遠的地方 所以你就先把它 拉到 這個邊上去 然後呢 接下來 你用那個 這個 看你用DFS 或者brefer search OK 基本上你就把 這些 這個 這個 每一個邊 跟別的邊 相交 他們的連接關係 弄成一個graph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 這條邊 你要怎麼樣子 你在這條邊上 你要怎麼樣子 才可以走到這條邊去 OK 然後呢 你就根據你的那個 就是說 它上面倒出你的這個 一條路徑 可能是這樣子 OK 然後走到這邊 走到這邊 然後走到這邊 OK 這個是PM的 你要過去的目的地的這個位置 然後PM其實它不是在這邊 它是在旁邊 所以你到這個地方 你要再往旁邊 拉過去 基本上它是一個 就是你只要把Bordel Darwin畫好以後 你找它的這個 走路的路徑 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Tree Traversal而已 OK Defer search Defer search Defer search 應該說Ward Traversal OK 所以 這個是 那個演算法 OK 基本上就是 你去那個 做Defer search 當然有一些 之間的那個Link 要把它去掉 哪些Link要去掉 OK 就是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Link 從這邊到這邊 因為你這邊過不去 對不對 這邊過不去 所以當你在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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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我大家問的時候 你也可以Check說 它 它雖然都比兩邊一樣 對不對 但是你要去Check說 它 因為你是一個圓盤 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以知道說 你的Radius是多少 你至少要多少 才能夠讓你過得去 如果說有些地方 你過不去了 你那些東西 那些令人 雖然說它這邊有相應 但是你這個H要去掉 它這兩個相應的這一塊要去掉 OK 這邊要有些地方的信息一下 OK 所以 這個是 那個 Roba motion plane的一部分 所以 Given N disjoint line segment Tops-Tops-Tops OK And a disk shape Roba 就是說有沒有一個collision-free path 的存在 OK between two positions OK Can be determined 所以 N logN的時間 然後 用這個linear storage 那這個 也是很顯然 它所有的其他的那個 它的那個 Algrid的那個 這個bottleneck 其實在做那個 Morinal Diagram OK 其他那個 去做那個 Graph的Traversal 做Dapper Search 這些東西 因為都是線性的 OK 跟它的Edge的各所有關 那 那這些都是線性的 所以 所以其實不花太多時間 OK 所以Roba motion plane 它的那個 實驗複打錄跟它的 空間複打錄 都是被 Volum Diagram 放得住 OK 那 我們 今天上到這邊好了 後面還有那個 另外一種 Volum Diagram 我想我們今天 因為今天這樣時間 也不夠上 OK 我們 這個 這個chapter 東西其實是蠻多的 這下面這個東西 我大概介紹一下 什麼東西 但是我想我們下次來上 簡單講說我們後面 這個問題看起來 可能光這個問題就不好解釋 但是重點是我們後面要講什麼 我們後面要講的是 我們前面不是講Volum Diagram OK Volum Diagram是講的是說 所有離這個side最近的點的集合 對不對 OK 但是我們也可以定義另外一種東西 叫做 也叫做Volum Diagram 但是它叫做 Forest Point Volum Diagram 就是我給你兩個side 但是我要你畫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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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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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那個 那個 就是 挖出來是說 把它分開成幾個sale 每一個sale 它距離哪一個side最遠 離某個side最遠的點的集合 OK 這個概念 這叫做Forest Point Volum Diagram 我拿一個圖給大家看 OK 這個東西 注意到 不是每一個點都會有Forest Point 的這個Volum Diagram 這個Dalwood的sale OK 你有可能這個點被包在中間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會有一個點 不會有一個side 這個點 不會有這個side 不會有一個sale OK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Volum 大家會問 OK 那它針對某些特別的這種 這種 意用 它有它存在 它有它那個 study的那個 那個 那個理由 我想我們下次來講這個 OK 所以我們下次會講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會講那個 Dalami Translation 但是Dalami Translation 就像我講 我展完這個再加 可能 最多一半吧 Dalami Translation 這兩個 這兩個chounter 大概要花三節課來講 OK 因為這兩個東西 都是比較 比較複雜 OK 那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好了 好不好 OK